都在说明没有什么事情能永久掌握而不会改变的 统统救护生命 当我们每天一起床时 就要观想 我即将步入诸佛的净土 悲起菩萨利益众生的大人 佛法所讲的平等观 就是要将五浊二世 转化为诸佛的世界 尽量以此静观 看待身边周遭的一切人事物 使心助于静观 将有助于我们灵性的成长 无论我们从事什么行业 当我们所做的一切 都能以服务众生 立以众生为动机时 我们的工作就成为菩萨的工作 是为众生而做的工作 佛教的意义是什么 佛教的意义是 只要众生 世间以及社会需要什么 菩萨就学习什么 以种种善巧方便 利益众生 引导众生投入正觉 所以 度过个人的强烈我职 才可能成就 诸佛菩萨的伟大生命 与丰富内容 我们的生活 不能以个人的利益 而谋生 而应该以一切众生的安乐 为优先 佛陀最重要的教导是 不管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不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而是要以众生的利益为优先 因为我们的发心正确 不为自己 只为他人 就能够超越自己本身的执着与束缚 而获得绝对的清安和自在 当我们懂得接受无常的变化之后 反而会更加积极与用心 因为一切都在变化 所以我们更要把握当下 把握生命 把握时间 把握每一次可以奉献身心 利益众生的机会 不要再将时间 浪费在没有必要的事情上面 我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字 众生太苦 我们要深刻地体会 我与众生同在轮回当中 流转生死 受无量苦的困境 而今有幸听闻佛法 知苦 断疾 怒灭 修道 但上有许多众生 仍不知四地圣法 不知有佛道可成 我们应该担当起 利益众生的大人 精进修道 奉献身心 我们要学习 大圣菩萨的精神 以大无畏的姿态 时时刻刻 以正法的传播 与众生的利益 而奉献身心 一切生命 都在生死的轮回中受苦 对此 我们应该生起 无偿感 与出力心 更进一步地 以自为原 对一切友情 生起大慈悲心 适度友情 该如何帮助众生呢 成佛 都象征我们 都象征我们凡夫 最完美的那一面 当我们向佛陀 前程礼拜时 就是代表我们 降服自己的傲慢 欲望 与无名 透过礼拜 来降服 我们的烦恼心 进而使我们 我们的佛性显现 这六字大明咒 就是诸佛 卑制力量的汇聚 能度托众生 得生净土 能使一切人 诸根清净 能使一切菩萨 圆满六度波罗命 此咒更能 熄灭众生三毒 并且发展 每一友情的大悲心 此六字大明咒 是能改变自心 也能利益众生的 最上方便 在我们的生命中 如果有机会 对单一 或者多位的生命服务 那就应该要尽心尽礼 完成这项利他之行 因为能够服务他人的机会 不是随时可得 而佛弟子们 生命的目的 就是为了 要对其他友情 有所贡献 利益一切众生 只为自己 是痛苦的来源 为一切众生 才是幸福 才是幸福与快乐的泉源 将对自己的关心 转化成 对众生的关怀 培养 培养五四的风险 就是开拓我们的生命 请立即 开展慈悲 开展生命的力量 调服我直的负面能量 作为一名菩萨 我们应该多行三整布施 饶益众生 多行财布施 受用决定 永不缺乏 多行法布施 只会决定增长 坚固 多行无畏施 永适常得健康长寿 因此 多行布施 利益友情 其实也就是在圆满自他 回馈自己 作为菩萨 应有的心情 是应当实时观想 一切众生 生轻的痛苦 完全融入 我们自己的身心之中 然后再将自身所拥有的快乐 幸福与功德 毫无保留地回馈一切众生 如此反复观修 我们将能看见自心的扩展 以及身心微妙的改变 我们身上拥有一些优点 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凸显自我 相反的 我们应该以自己的能力 与优势 提供服务 奉献他人 这样我们的优点 才有实质的用处 请将焦点从自身 转移到其他众生 学习自他交换 成佛的目的 就是为了利益众生 当一个人开始喜欢享受时 心就会变得脆弱 所以我们对自己 要有一个决心 就是我不再为个人的享受而忙碌 我唯一的欲求 只为服务众生而心情 不再为个人的利益得失 因为诸佛菩萨想到的 都是众生的苦难 放心不下的 也都是众生的苦难 例如观世音菩萨 顶带的阿弥陀佛 事实上 观世音菩萨顶带的 是他心中的佛 也就是一切苦难的众生 一切众生 都是菩萨顶上的画佛 菩萨就是这样来思念 承担众生的苦难 人的存在 没有办法离开阳光 空气 社会与家庭 因为我的存在 是与世界众生息息相关 互相依存的 所以我们的生命不是孤独的 我们需要依靠 依靠其他友情众生相互扶持 才有办法生存 当我们了解这一层意义之后 就会懂得感恩他人 感恩一切 也开始会有帮助社会 服务众生的动力 人不能够自私 应该要懂得奉献 至于要如何奉献呢 简单地说就是 对自己的享受 要尽量地消极 对众生的福利 要尽量地积极 当我们越为他人着想的时候 自己也就越有福报 相反的 越为自己着想 我们也将承受 越大的压力 越感痛苦 如果能够沉粹 为了理他 为了真法的传播 尽心尽力 不参杂 一丝一毫的自私心态 我们就是正在实践菩萨岛 累积广大的菩提自粮 把修行运用于日常 与社会之中 还需烦恼公司不兴旺吗 还需烦恼身体不健康吗 所以 我们只管努力的时间利他吧 生命的深度 比生命的长度来得重要 对于生命 我们应该好好把握 提升自己被利用的价值 爱护众生 服务社会 投入修行等 这都是加深 我们生命价值的方式 与其虚度长远的寿命 但却毫无意义的生活 还不如懂得把握与证实 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 凡夫众生 只懂得礼拜 祈求诸佛菩萨 但诸佛菩萨所礼拜的对象 却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 有智慧的人 心心念念 都是为众生着想 因为念众生 就是念佛 念佛就是念众生 放下自我 才能充实自我 奉献生命 运作众生的奴仆 才是此生最重要的目的 享受生命 不是在于表现自己 一切都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 我们只是在增加自己的 被利用价值 这就是菩萨的生命 也是使命 沪池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华波帐号5032-3858 5032-3858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 点灯 慈悲施食 药供焉供 新逢燃灯古佛圣诞 慈悲至夜 高雄中山书方举办 礼拜药师宝灿 继护生慈悲施食 恭请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9月17日 星期六 时间下午2点 地点高雄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 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母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控修 敬请佩戴孔照 高雄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方 慈悲至夜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能言法会 恭送能言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9月20日 星期二 至9月24日 星期六 时间每天早上9点开始 日期9月25日 星期日 宴口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惠泰和尚祖法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 新乃里 逐围6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恰讯电话 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火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问诸佛与友情众神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我们所称的佛陀 指的是清静了无名之后 智慧与慈悲的圆满 友情众生由于未能了悟无名是无名 所以成为众生 因此差别在于名或无名 当你这样 我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叙实 观看你的思维心 看见此心为空 不具任何体性 看见并了悟到 心的重重觉醒层面 是自行展现的 就是有情众生自然清静 而成为佛陀的要诀 请问轮回与涅槃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轮回 流转 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涅槃是以斩断这个流转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叙实 看见自行自信 是本自即有的 从未生起过 且不受物质的过患 所染污 当你见到这点时 就没有流转的地方了 轮回 从本室被清除 净化之后 即称为涅槃 这是轮回自然清静 称为涅槃的要诀 请问无名与名之间 中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无名是不明了 心的主要本质 明是看见心的这个基本本质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叙实 想内看着这个本然状态 这个清澈 宁静 鲜活觉醒的心的基本本质 如此单纯地看着心 是自然清除无名的要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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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Zither Harp